這一題它的標準是什麼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等等的 他說男性是身高減掉什麼呢 標準體重乘上70% 0.7就是他的標準體重 女生的話是怎樣 身高減掉體重乘上0.6 就是他的標準體重 然後要計算每個學生的標準體重是多少 並且要知道說這個學生到底是過胖還是過瘦 如果過胖當然要減肥 過瘦當然要增重 如果標準的話那就顯示標準體重 類似像這樣好了 那當然如果說以前你用人工來做的話當然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一題的話你會發現這是做完的結果 我把那個衛林二這個是還沒完成的 所以做完的結果大概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它要顯示出來 它的標準體重是多少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有一個標準體重的指標 那也就是說男生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就是 它的性別不同性別要用不同的標準 也就是說可能我們需要寫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部分的話就是如果它這個性別跟這個上面的性別如果不相等的話 那就是一個標準 反思的話呢就是另外一個標準 那當然就是如果男生的話就是乘以0. 如果男生的話就是乘以0. 不管是0.1、0.2、0.3 通通通都無條件進一位 也就是說比如說你是50.1的話 那你就51吧 OK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邏輯判斷 所以公式在這裡 這一串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做邏輯判斷 再用run up 公式就是這一串 當然不要用背的 主要用理解的 我們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它的條件是什麼 如果什麼呢 它的性別 性別在哪裡 這裡 如果等於這個 就兩個match的話 有沒有 現在是false false就沒有了 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那沒有一樣的話 就是執行下面這個邏輯 反思就執行上面邏輯 OK 所以你會發現算出來 女生 因為它是女生 所以女生的標準體重是49.2 男生的話是50.4 最後因為是false 所以執行這個 得到的結果是49.2 但是因為外面包一個run up 所以49.2 那就變成50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我們 來指標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 把游標先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儲存格 那首先的話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所以 其實你可以先做一個男生的 再做修改 所以我們可以分三階段做 第一階段的話 也許你可以什麼 先判斷什麼 先用那個標準 什麼標準 就是他的身高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段的公司等於 假設呢 這邊全部都用男生的標準的話 那就是身高 減掉什麼呢 減掉男生的標準好了 OK G3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他說減完之後的話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0.7 假設是 男生的話是0.7 就70% 對齁 這他的標 應該是這樣 打勾看一下 50嗎 OK 可是問題 這個是男生的部分 可是還有女生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第二階段 我的習慣是先做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插入到 這個if裡面 if的話是邏輯 什麼條件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男生的話 那我們就輸入一個男 OK 當然你也可以用女 不過 基本上的話 題目好像有特別的要求 是一定要以男生當判斷的邏輯 那我們就是把剛剛那個公式剪下來 貼上 有沒有 就是那個F3 F7就是他的身高 減掉指標 再乘上70% 那反思的話 如果女生的話 再貼一次 就不是用什麼 用男生的 G3可能要變多少 G4 這是女生的 那女生的話 乘上多少 乘上0.6 有沒有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兩個不同的公式 主要是透過這個邏輯判斷來完成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不過呢 待會你可能要考慮一點 就是說 你會不會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個公式嘛 然後待會你要把它確定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需求是向下填滿 但是向下填滿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 那個什麼 G3跟G4這個資料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的3跟他的4怎麼樣 都會加1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讓他加1的話 那記得怎麼樣 請你再什麼 3的前面加什麼 前的符號 4的前面再加一個前的符號 OK 好 那我們又完成了第二階段 就是說 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男生的部分 先貼到這邊 下面這個是用改的 按確定 好 加錢 加錢的符號 49 可是問題你想說 49 為什麼49 因為剛剛不是出現50嗎 還有最後一個階段 因為題目要求 要無條件淨位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有一個他的題目 他說Run Up Run的話是四捨五路 Run Up是小數點 無條件淨位 那相反的 如果Run Down的話 那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所以它Run的基本上有三種 Run的無條件 這個四捨五路 Run Up無條件淨位 Run Down是無條件捨去 OK 那它要我們用Run Up 所以我們可以再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再剪下來 所以最後一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 再把這個公式放到Run Up Run Up在哪裡 印象中好像在數學吧 數學裡面找一下那個Run R1D有沒有看到 Run的 Run Down Run Up 它是這一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剛剛的資料貼上 這一串 那 Rumber Digi 就是說你要取到小數點 第幾位 它要取整數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0的話 就是取到整數位 那也就是說Run Up 你可以看到 Run Up 就是49.2 0.2 無條件淨位 因為它要有小數位 所以淨位的話 變50 OK 底下有一些說明 可能自己看一下 按確定 我們再往下填滿 你可以看到 他們所有人的標準體重 馬上全部都幫你換算完畢了 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 他就按照他的性別去做判斷 你可以看到 一般的話 像這個人 他的標準50 可是他只有45 那表示他應該要增胖 所以這邊應該要增胖5公斤 所以將來這邊可能要輸入5公斤 但後面增減體重 如果我今天希望 也不用人工來算 而是自動顯示出來 那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公式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可以分成三階段 這個公式其實有點冗長 那理論上 一般比較複雜的公式 都是建議你可以分階段完成 不要不一定一次就把它做完 因為如果你一次像剛剛那run up 那if 然後再到那個邏輯判斷 如果你要一次完成很容易出錯 OK 我是建議啦 像我自己的習慣 一定都是先從裡面 慢慢做到外面 那如果說有很複雜的邏輯 沒關係 我反正多花個幾次 像剛剛是分三次完成 試試看 知道說到底它的體重呢 是太胖還是太輕 所以你增減體重部分 給它一個公式吧 等於什麼呢 所以先說一個等號 等於它的體重 它的標準體重是這個 減掉它現在的體重 一減完之後就知道說 它標準應該50 它45 所以它應該太輕了 所以它應該增加幾公斤 增加5公斤嘛 所以這邊會顯示出來 當你向下填滿它會出現 可是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滿 它會有個問題 就什麼問題呢 沒辦法凸顯 到底哪一些應該要增 哪一些需要減 所以這邊它題目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它會有三種不同的格式 哪三種呢 如果是要增加的話 那就用原來的這個黑色 但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就把它改成紅色 而且前面要出現減的這個字 減 減幾公斤 那如果我說它完全Match的話 比如說它69也69 那就是完美身材 OK 所以呢我們這個地方 該怎麼樣把這個格式 這個是一個格式 把它做出來 這個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格式 第一個的話先把公式做完 向下填滿 第二個按右鍵 記得把它儲存格式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儲存格式裡面 它的格式是長的像這樣 按右鍵 儲存格式 那你會發現它的格式就長這樣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自訂格式的話 它總共會有三種 一個是如果裡面的值是正的話 就是放第一個格式 分號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在一個分號 那我寫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輸入0 0的話 表示它裡面的數字 比如說它裡面5的話 那它會帶到5 後面的話呢 它有一個中文 它不是KG 它輸入什麼 公斤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輸出公斤 好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這個後面加一個分號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是正的 裡面是沒有負的值 那就是5公斤 那如果是負的 像這個是什麼 57 減掉58 那就負1 那負1的話 它希望把它變成什麼 紅色 那怎麼樣表示紅色呢 記得一定要中瓜糊 裡面打一個紅色就可以了 這個它規則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幾公斤呢 前面要一個減對不對 所以記得 這邊的話先來一個減 那如果我是加什麼字 前後一定要用雙引號 減 我把這邊減 幾公斤的話 你可以把前面這個幾公斤 其實它規則一樣 所以你可以負字 貼到後面這邊就可以了 減幾公斤 有沒有 這個是如果資料是負的喔 那如果資料相等的話 第三個 再一個分號 記得喔 分號 所以你會發現透過分號 隔成三個不同的規則 那就是什麼呢 最後一次相等 相等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藍色 然後裡面的話就完美身材 那你就給它一個前後雙引號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完美身材 完美身材 OK 這幾個字啦 就打字而已 OK好 那我們就輸入完畢了 特別是這個公式 一個字都不能錯 麻煩 OK 所以特別是0公斤 第一個0公斤 第二個 分號 然後呢 就是負的值的話 是紅色 減 減的話前後要是雙引號 0公斤 這個跟前面的一樣 然後再分號 藍色 完美身材 好 那我們完成之後的話 你把它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正的 那就是要增加5公斤 這個要增加7公斤 這個要增加2公斤 如果是太胖的話呢 這邊的話 你要減1公斤 減6公斤 如果相等的話 那就完美身材 OK 這個可能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我有把那個相關 剛剛做的公式 如果你一下記不起來的話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 我記得也有放 雲端白板上面 剛剛雲端白板 我分三階段 我要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然後剛剛的公式 在這邊也有 有沒有 0公斤黃色 減0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來 方便再還給各位 好